新建于民国95年的淡蓝吊桥 经过了多年风吹雨林 出现了斑驳秀石 因此石定区公所进行了桥梁维护作业 将桥深重新粉刷并且更换部分领建 而在粉刷过后的淡蓝吊桥 大红色的桥深再度鲜艳亮眼地 横跨于石定山城的溪谷之中 位于106乙县道石定堡隧道旁的淡蓝吊桥 新建于民国95年 红色桥深横跨于石定溪 在山水之间相当耀眼 而经过多年来的风吹雨林 难免出现脏污的情况 因此最近石定区公所就进行了桥梁维护 并且重新将桥深粉刷 让淡蓝吊桥再度重现亮眼的大红色 所以这是很感谢养工处提供一些经费 我们整个从淡蓝吊桥开始 我们第一步是把淡蓝吊桥已经粉刷完毕了 然后做完除锈 做完除锈之后 然后再来是配合观光旅游局的淡蓝 淡蓝路整只计划 或整条一直做过去 然后到我们的管理步道 石定区长红丛莲表示 淡蓝吊桥就像是石定区的门面 这次经过粉刷之后 鲜艳的红色桥深再现 而吊桥全长约100公尺 站在吊桥上可以饱览山水溪谷的美景 溪流中更有丰富的鱼类生态 就有民众趁着平日时间 特地来到石定享受大自然的洗礼 有山有水又有西边又有很多鱼啊 有很多鸟啊 我刚才有看到那个白鹿丝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夜露啊 还有那个打亚都进西 所以都看得到鱼 从淡蓝吊桥过来之后 沿着高速公路底下走完之后 你就沿着乌涂溪 沿着河边你可以观赏鱼啦 甚至有鸭 然后记住这个扁针 因为本身我们是丰溪的 我们是丰溪负鱼 所以我们的鱼类很丰富 所以你可以沿路这样走过去 而且旁边都是利荫 你都不会照到太阳 淡蓝吊桥也是淡蓝古道石定段的入口 走过吊桥之后 顺着步道一路就能够通往石定老街 区长洪丛连表示 在疫情的影响之下 建议民众可以多多利用平日的时间 趁着空闲之余 规划一趟石定的半日或一日游行程 呼吸新鲜空气 一解疫情苦闷的情绪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 时定采访报道